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作帮 在澳门赌博界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被认为是仅次于赌王何鸿燊的明星般的人物 他身价过百亿,七界之间的上位争夺战 堪称现代版真还传 他还热衷慈善事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红十四会,医院,学校 都是他的捐款对象 媒体一度将他捧为爱国商人 他自己也多次表态说根系澳门心向祖国 然而2021年11月他却突然被捕 并被指控涉嫌非法经营赌博 诈骗、洗钱、黑社会罪等289项罪名 随后与他相关的一个新计量单位诞生了 一喜等于6800亿 这是因为他的涉案金额高达6800亿人民币 他就是澳门太阳城集团的创始人 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 周卓华是如何从一代传奇人物 沦为阶下囚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轰动两岸三地的传奇大案 1974年5月 赌王何鸿燊在澳门开设的第一家赌场 新花园开议12周年之际 一名男婴孤孤坠地了 他的名字叫做周卓华 周家人的祖籍是广东赵庆 早年间周卓华的爷爷为了有口饭吃 举家迁移到了澳门 80年代末 何鸿燊把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植入了博彩业 推出了赌厅承包制和蝶马两大举措 同时也催生出了蝶马仔这个职业 所谓蝶马仔就是给赌场拉客 并为赌客提供借贷服务的人员 可以说是博彩中介人的前身 家境贫寒的周卓华不到20岁就早早辍学步入了社会 成为了回立娱乐场的一名蝶马仔 每天他徘徊于娱乐场附近 见到潜在客户就问 先生要不要帮忙 钱够不够用 当时赌客向蝶马仔借钱 需要先扣除20%的利息 比如说借1万块钱 到手的就只有8000块 还钱时则需要还1万块 钱还没有拿到 利息就被扣掉了 这种变相的高利贷 让很多赌客都不愿意多借 心思活络的周卓华 想到了一种新的方式 免除提前扣息 改成由蝶马仔陪同赌客 用借款换筹码 赌客每次下注时 蝶马仔则从中抽取10% 虽然说蝶马仔抽取的利息 从20%降到了10% 但是不用提前复息的做法 让很多赌客从心理上觉得 他们到手的赌本多了 于是便更乐于借钱 一晚上下来蝶马仔获取的利润只会更多 周卓华的机制很快引起了回立娱乐场的老板 尹国居的赏试 尹国居人送外号崩崖居 是澳门黑社会组织14K的头目 势力鼎售时期 甚至被称为是澳门地下拿督 澳门赌场大部分贵宾厅当时都被尹国居承包了 1998年尹国居甚至自己投资拍了一部电影《豪江风云》 电影内容几乎就是他的自传 他还找来了任达华来扮演自己 能把自己的犯罪行为拍成电影 可想而知尹国居当时有多么的狂妄 可正所谓人狂必有祸 1999年尹国居因为参与黑社会放高利贷 洗黑钱拥有军火非法赌博等罪名 被判入狱13年10个月 疏导胡孙散 昔日与尹国居称兄道弟的小弟们 纷纷与他划清界限 唯有一人不同 此人便是周周华 尹国居入狱后 周周华多次探望不离不弃 明面上是去跟昔日大哥联络感情的 实际上就是想搞点米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被周周华忽悠的神魂颠倒的尹国居 是大手一挥 给域外的一位兄弟写了一封信 帮周周华搞到了3000万的创业资金 可是钱不能白给 信也不能白写 尹国居跟周周华做了个口头约定 说如果将来周周华的生意做大了 尹国居得分10%的股份 周周华满口答应 千禧年前后 互联网风潮势不可挡 头脑敏锐的周周华 早已嗅到了时代的风向 1998年靠着崩崖居的人脉和搞来的资金 周周华率先拿下了 菲律宾的网络博彩牌照 2005年他成立了号称 世界顶级亚洲最大的网络赌博平台 太阳城 不同于其他网络平台 太阳城会用高清摄像头 实时转播赌桌的情况 现场发牌开牌一览无余 观看直播的赌客 可以同步下注 身临其境 这个全新的赌博方式 很快席卷了亚洲 在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 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周周华就已经靠网赌 积累了亿万身家 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网络博彩是周周华崛起的契机 但也为他的惨淡收场 埋下了伏笔 前几年之后 周周华又遇到了 他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 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 众所周知 赌王何鸿燊有四房太太 原配是澳门第一美人李婉华 二太太蓝琼英 三太太陈婉珍 四太太梁安琪 梁安琪原本只是一个舞蹈演员 在一场舞会上 偶然邂逅了赌王何鸿燊 那时由于陪着赌王参加舞会的 三太陈婉珍不会跳舞 梁安琪这才有机会 与何鸿燊共舞一曲 从此尚未挤进豪门 梁安琪非常聪明 也很有野心 他不满足于每个月 只拿生活费的豪门 扩太太生活 他更大的目标是 进入何家公司掌握实权 可当时何家产业 都牢牢把控在二房手中 在之前赌博经济学的视频中 我们曾经说过 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 为打破澳门博彩业的 长期垄断局面 颁发了三张博彩经营牌照 这三张牌照被称为是正牌 每张正牌又可以带一张副牌 澳门博彩业就形成了 1分3 3分6的局面 赌王何鸿燊自己拿着一张正牌 并把自己手中的副牌 给了二房长女何超穷 后来赌王又给了二房儿子 何游龙一笔资金 让他从别人手中 买下了另一张副牌 此次尚且年幼的梁安琪明白 面对如此局面 他必须要发展出来一批心腹 否则将会被二房拿捏得死死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梁安琪和同样野心极大的 蝶马仔周焯华一拍即合了 在梁安琪的牵线搭桥下 2007年周焯华成立了太阳城集团 并在澳门星际酒店的赌场 开设了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 扑克王贵宾厅 太阳城集团的创立 仪式上周焯华还请来了古天乐代言 属于周焯华的时代逐渐到来了 太阳城集团成立之后 周焯华开始一步步构建 他的博彩中介帝国 他在业内首创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精准地记录每位VIP赌客的习惯 还为赌客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交通不方便 那就车接车送 资金不够 没事可以用资产来换呀 资金不好结算 没有关系 带你去地下钱庄 2009年周焯华还投资拍摄了 一部名叫扑克王的电影 请来了古天乐和刘青云等 一众港星出演 而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宣传 他在澳门星际酒店的扑克王贵宾厅 根据周焯华于2014年创办的领先杂志的报道 他认为自己的成功 是从这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开始的 贵宾厅一度是澳门赌场繁荣的制胜法宝 在澳门博彩业最鼎盛的2013年 贵宾厅业务的赌收高达2385亿澳门元 占整体赌收了66% 贵宾厅因为自负盈亏 所以常常会跟蝶马仔合作 依靠蝶马仔把赌客拉来增加收益 所以在澳门有句俗话是 得蝶马仔者得贵宾厅 得贵宾厅者得澳门博彩业 而周焯华创立的太阳城集团 鼎盛时期掌控有12000多名蝶马仔 根据见面新闻的报道 2017年9月 太阳城执行董事卢启邦指出 周焯华私人打理的澳门贵宾厅集团 已经由10年前的5张赌台 发展到了18个赌厅 共300张赌台 业务延伸至菲律宾韩国 越南以及澳洲等国家 澳门六张赌牌的持有者 都跟周焯华有合作 周焯华一月就成为了 澳门拥有贵宾厅最多的人 怪不得他曾经在采访中 这样形容自己 我不能叫做赌王 我最多算是一个赌厅王 2011年 生意越做越大的太阳城集团 开始进军其他产业 周焯华成立了太阳娱乐文化 正式踏足娱乐文化领域 一月成为了娱乐大亨 这家公司旗下曾拥有 曾国祥 许志安 文永山等众多艺人 还挖来了香港金牌经纪人 黄百高 有一年黄百高过生日 周焯华特意在伦敦拍卖行 为他拍下了一瓶 价值400万港币的威士忌 以此作为生日贺礼 令其大为感动 自成立之初 太阳娱乐文化的电影投资之路 就走得十分顺畅 截止到2021年 他们已经投资 并制作了60多部电影 总票房超过了百亿港元 其中不少都是爱国大片 例如《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等等 周焯华也一度被媒体 是吹捧为爱国商人 2013年至2018年间 他曾经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2015年3月又被委任为 澳门特别行政政府 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 央视CCTV发现之旅频道 还曾经制作过一期 以周焯华为主题的纪录片 题为以家国情怀 新企业发展之路 片中称 周焯华在澳门回归祖国的20年里 始终坚持心中的家国情怀 带领太阳城的全体员工 为澳门的发展宁心俱力 然而多年后 有网友疑似挖出了周焯华拍摄 爱国大片的真正动机 这里先按下不表 我们稍后再说 立爱国人设的同时 周焯华也没有忘了立慈善人设 他曾经为家乡赵庆捐款800万 支持端州区人民医院住院大楼的建设 接着又捐款80万 支持赵庆一中体育馆的维修改造工程 建成后的新体育馆 被命名为了周焯华体育馆 之后又以个人名义 给赵庆小学捐款218万 修建了周焯华教学楼 疫情期间周焯华和太阳城集团 向湖北疫区捐赠了6000万元 向广州赵庆捐赠了1000万 2020年1月周焯华又向中国人残疾福利 基金会捐款2000万 2021年7月河南水灾又捐了300万 周焯华捐的这些钱 确实帮助了不少当地百姓 这点不可否认 但慈善捐款背后的水其实是很深的 众所周知的捐款避税 其实只是富人的一个低端玩法 不少人是越捐款越付 越捐越有人脉 越捐生意做得越大 我们聊过的四川黑帮教父刘汉 也曾经数次荣灯胡润慈善榜 还有因为行贿以及非法经营 被判20年有期徒刑的高铁 一姐丁树苗 也曾经是中国扶贫协会的副会长 慈善背后的门道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否则我担心再过几期 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2012年太阳城集团发展正盛时 周周华的昔日大哥崩牙居 刑满出狱了 他向周周华兑现太阳城10%的股份 可是周周华并没有信守承诺 他只退还了崩牙居当初3000万的投资 可2012年的3000万 怎么可能与90年代的3000万相提并论呢 面对周周华的望恩福以 崩牙居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 毕竟老虎也有老的一天 而周周华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赌场小弟了 他所创立的太阳城集团旗下公司 包括太阳国际财务 太阳国际证券 太阳娱乐文化 中会国际传播 太阳国际金融集团等等 涉足行业除了博彩和影视娱乐外 还有旅游 金融 地产 餐饮 矿业 奢侈品 体育等 业务遍及 澳大利亚 俄罗斯 柬埔寨 菲律宾 韩国 越南等多国 员工数千人 2019年太阳城集团举办了12周年员工晚宴 虽然只是一个内部晚会 却云集了港澳内地等众多明星前来捧场 台上明星激情献唱 台下大佬推杯换掌 即使周周华本人多次否认 但此时他俨然已经成为了新晋小赌王 多年来何鸿燊的四太梁安琪 提携周周华的同时 两人的关系也在坊间被传得扑朔迷离 2014年周周华40岁生日时 梁安琪就曾经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给他捧场 梁安琪的儿子何优君 跟周周华的儿子周百豪也来往甚密 经常约着一起打球 不过比起和梁安琪的关系 周周华真正的情史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话不一定对 但是用在周周华身上却十分合适 他身边的音音艳艳中 不乏初代艳星亚解冠军 时尚嫩模等角色美女 网友们戏称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 在周周华身边如走马灯般出现 令人眼花缭乱 而他的正宫和情人 还曾经上演过一场世纪夺米大战 这里的米当然指的是周周华的外号洗米花了 在周周华被捕前很多大陆人对他的印象 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事业做的有多么的成功 而是他的私生活颇为狗血 周周华有两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名叫杨素梅 早在周周华未发家之前就和他在一起了 两人育有一子名为周百豪 但周百豪出生后没多久 两人就离婚了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而且分开是有很低调 所以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外界不得而知 杨素梅与周周华分开后全力搞事业 如今已经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企业家了 结束第一段婚姻一年后 周周华认识了如今的老婆陈慧玲 也被坊间称为洗米嫂 陈慧玲当时是一名保险销售员 在推销保险的时候认识了周周华 而当时的周周华也顶多算是个小有名气的蝶马仔 在周周华打拼太阳城的过程中 陈慧玲陪他度过了很多困难 称得上是糟糠之妻了 2002年周周华和陈慧玲的大女儿出生后 两人领证结婚 婚后陈慧玲对一家老小照顾的非常周到 包括周周华与前妻生下的孩子 她与周周华的前妻杨素梅也相处融洽 在很多公开场合甚至大方同框 然而这并没能阻止周华的 小三小四小五等后续梯队陆续登场 2014年有媒体曝光 周周华与香港老牌燕心陈亚伦 曾交往半年 期间周周华为争夺陈亚伦 还一度和威尼斯赌场总裁 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后来周周华又认识了 亚解冠军冯雪冰 两人传出绯闻后没多久 冯雪冰就入住了香港天洗的 一间市值1700万港币的豪宅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周周华的手笔 不过这些阴阴艳艳艳都只是小角色罢了 西米嫂陈惠玲也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真正让西米嫂头痛的是模特刘碧莉 刘碧莉1985年出生 比周周华小了11岁 是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混血儿 早年间因为一支玉兰油的广告出道 出众的美貌让无数人印象深刻 被网友们称为是玉兰油女孩 2007年到2010年间 刘碧莉从与陈柏林交往 2014年9月 一张周周华在赌场里 坐在刘碧莉身上的照片曝光 从此拉开了史上最精彩的 原配与小三公斗剧 人肉沙发照片曝光之后 西米嫂陈惠玲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家三口的合照 照片中她坐在周周华的腿上 他们的女儿站在父母身后 这张照片仿佛是在隔空喊话刘碧莉说 你是小三你只能被坐 而我是正宫 我可以坐在上面 几个月后 西米嫂陈惠玲公布喜讯 说自己怀孕已经四个月有余 没想到的是 紧接着刘碧莉也宣布 自己也怀孕四个多月了 2015年5月20日 刘碧莉特意提前选好了日子 在这天抛妇产 生下了她和周周华的第一个女儿 5月20日520 其谐音是我爱你 而且十天之后就是周周华的生日了 这是刘碧莉对周周华的深情告白 那边正妻陈惠玲也不甘示弱 她直接在5月30日进医院抛妇产 生下了小女儿 送给了老公一份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 正是与小三就这样 大战了几百个回合难分胜负 西米嫂陈惠玲刚刚晒完钻戒 刘碧莉就立马晒鲜花 陈惠玲晒老公送的豪车 刘碧莉就立马晒周周华送的豪宅 直到2015年12月17日 刘碧莉在国外度假后回到香港 周周华亲自去机场迎接 偷偷跟着周周华一起去的 还有十几家媒体 周周华完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在媒体面前 与刘碧莉上演了一出世纪牵手 刘碧莉一副得胜者归巢的样子 高调得意 她也因此被网友封为了 地表最强小三 这下陈惠玲是彻底怒了 她心晦意冷地提出了离婚 并且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 周周华假意同意 实则是缓兵之计 酒精商场的周周华也不是傻子 玩归玩 她深知一旦离婚 她精心打造的博彩帝国 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老婆陈惠玲会分走一半的家产 为了稳住老婆 她当众宣布周太太只有一个 这场离婚闹剧闹了一个多月 终于消停了 另一边周周华从此把情人刘碧莉 安置在了英国 豪志树亦在英国给刘碧莉 买了一个大农庄 还转了几间公司给她 此后的几年里 周周华就在英国香港之间两头跑 虽然累是累点 但也乐在其中 在国外的这几年里 刘碧莉的肚子倒是一直没闲着 之后又接连为周周华生了三个孩子 有一年周周华的父亲过生日 原本应该是一家团聚的日子 但是周周华却以谈重要生意为借口 并没有出席 第二天周周华和刘碧莉 儿子根本就不是去谈什么生意了 周家上下肯定是站在 喜米嫂陈慧莉这边的 周富雷霆大怒 骂儿子说被一个女人搞得颠三倒四 面对记者的追问 陈慧莉说那是私人岛屿 外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得去 更不要说偷拍了 照片怎么曝光的 有些人比我更清楚 意思是在指责刘碧莉 故意找来了狗仔 把照片拍出来之后 气周家人 到了2019年10月 也许是周周华玩够了 也许是当了五年情人 依然扶正无望的刘碧莉 已经绝望了 有媒体爆出 两人决定分手 周周华为此支付了刘碧莉 三亿港币的分手费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 洗米嫂是那个 笑到最后的人的时候 2020年7月香港 一周刊拍到了周周华和刘碧莉 在泰国度假的画面 一周刊还爆料说 周周华有意安排刘碧莉 和孩子们移居泰国 合着这三亿的分手费是白给了 这边宫斗大剧还没有结束 那边周周华就遇上麻烦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洗米华这个外号突然爆红 对此周周华也表示很无奈 有人说这个外号是源于 1986年的一部香港喜剧城市故事 许多人认为周周华 与剧中的洗米华这个角色 长得很像 但是粤语之中 米就是钱的意思 洗米的含义不言而喻 可想而知 周周华本人对这个外号是没有多大好感的 2019年7月8日 新华社主办的报刊 经济参考报发布了一篇报道 将周周华称为是亚洲新赌王 将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称为 侵入内地的最大音速化 被官媒这样点名 周周华当然知道这并不是在夸他 时间来到了2020年7月 距离澳门1000多公里之外的温州 警方破获了一起以香港人张宁宁为首的特大网络赌博案 而种种迹象显示张宁宁是太阳城集团 以及周周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代理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当时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一案件的详细信息 然而唇亡齿寒 澳门太阳城内部人员率先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有人模糊地将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媒体 一时之间流言四起 有人传言说太阳城集团陷入财务 危机洗米华已经跑路了 还有人传言说洗米华在内地涉嫌洗钱正在接受调查 豆瓣论坛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帖子 称太阳城很快会卡台 他们行为洗钱给港独组织提供资金而被国家查办 帖子里贴出的聊天记录中 一位网友提醒大家 在太阳城账户里有余额的人 请马上到澳门来取钱 还有人在微博上po出了 他在澳门太阳城集团取钱的视频 一时之间网上爆发舆论狂潮 直指周周华拍摄爱国大片的 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运作演员片酬的方式来洗钱 那篇豆瓣帖子还提到了 博纳影业和太阳川河两家企业 博纳影业是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动等爱国主旋律电影的出品方 而太阳川河则被誉为是国内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之一 旗下艺人包括周匹畅 杨千华张颂文等50位大众耳熟能详的明星 全网粉丝量超过了5亿 太阳川河的CEO杨明还和帕皮匠于2016年 创立了业内领先的MCN机构帕皮2 舆论这把火从太阳城烧到了博纳影业和太阳川河 网友们怀疑这两家公司也参与了洗钱等非法活动 太阳川河的词条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2020年7月13日太阳川河和博纳影业纷纷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 与周周华以及太阳城集团没有任何关联 对于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谣言和误导性信息的人将依法追责 同一天太阳城集团也发布了一支由周周华亲自录制的澄清视频 视频中周周华义正言辞的说道 太阳城是一间澳门首发经营的公司 我们从来没有派驻过任何一位同事在内地从事推广或者是进行任何博彩业务 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地下资金转移业务 这支澄清视频如今看起来是何其讽刺 此后的一年间舆论逐渐平息 温州警方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周周华以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了 然而2021年11月26日掌握了充分证据的温州警方突然发布案情通告 称现在已经查明 以犯罪嫌疑人周周华为首张宁宁等人为骨干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涉嫌在中国境内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情节严重 温州市检察院已经对周周华批准逮捕 并喊话周周华本人尽快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澳门警方就配合温州有关部门将周周华等涉案人员带回了警局进行调查 2021年11月29日周周华被移送至监狱羁押 博彩业务在澳门确实是合法的 但是周周华错就错在他不应该在中国大陆玩的一波赌博下沉 2008年到2014年间是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时代 14年以后开始明显下滑 2014年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相较前一年减少了2.5% 2015年更是下滑了34.3% 2020年到2022年的疫情期间甚至暴跌回了2007年以前的水平 整体市场不景气周周华就盯上了大陆这块蛋糕 根据经济参考报2019年7月的那篇报道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的服务器虽然是设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的 但是赌客主要都来自中国内地 内地居民只要花上100块钱请太阳城的员工帮忙办一张澳门的手机卡 就可以毫无干扰的去接收来自境外赌场的信息 再根据信息提示去下载网赌APP 充值10万港币就能够成为会员 没有境外账户也不要紧 平台有专门的内地赌资结算部门 赌资可以直接打到内地的人民币账户 周周华还借鉴了传销模式 允许赌客发展下线 下家赌注金额的1.6%将被返利给上家作为下注的马粮 可以说内地每一个居民 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是周周华的潜在客户 周周华已经成功的将传统的赌博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每当有客人到太阳城集团的线下贵宾厅赌博时 没玩多久客户经理就会介绍网赌平台 声称不受地域限制 设在境外的服务器非常安全 内地客人如果不方便出国或者是来澳门 则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进行线上参赌 而且用人民币结算大大降低了参赌的门槛 由于没有筹码或者是现金这类食物在手 赌客下注的时候缺少心理压力 更容易成瘾 因为网赌债台高筑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案例数不胜数 用这种方式几年间周周华就在国内发展了 8万余人的赌客会员 这些大陆会员每年的赌注金额在万亿以上 相当于中国彩票年收入的近两倍 怪不得经济参考报会将太阳城称为中国 网赌的吸金黑洞和最大英俗花 除此之外根据观察者网披露的信息 周周华还涉及赌底面等不法经营赌博罪 赌底面又被称为赌台底 顾名思义就是台面下的对赌交易 赌客在台面上的下注是有上限的 但是有一些赌客为了追求刺激 会在私底下加大杠杆 比如说赌台底依托一 就是说你在台面上赢了10万块钱 你在台下也会赢10万块钱 输了亦然 赌台底依托十 如果你在台面上输了10万块钱 你在台底下会输100万 近些年来大陆打击贪污腐败 和跨境赌博的力度不断加强 2018年澎湃新闻大胆发布了一篇题为 盘点因好赌落马的省部级贪官的文章 不少高官榜上有名 有人甚至在澳门赌场输掉了上亿公款 2020年到2021年4月间 国内公安部共打掉了非法网络赌博平台 3400多个钱装2800余个 周周华可以说是撞到了枪口上 2021年8月底周周华曾慌忙的将其手上的太阳国际股票 全部抛售套现7000多万港元 但此时的他已经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夕回天乏术了 周周华被捕后不久 澳门第二大贵宾厅的老板陈荣炼也被捕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明星安以轩的丈夫 早在2020年7月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将被查封的小道消息传出时 赌王家族二代接班人何超穷就曾经向四太梁安琪施压 要求他迅速和周周华划清界限以免引火烧身 影响何家声誉 梁安琪只好壮士断腕 亲自卸掉了周周华这条胳膊 如今看来梁安琪真的应该是谢谢何超雄 11月27日温州警方通报出来后的第二天 经纪公司太阳川河再次转发了2020年7月13日发布的那条声明 强调他们与周周华以及太阳城集团并无任何关系 请大家谨慎吃瓜理性判断 11月30日博纳影业也突然发出声明 表示多年来他们和周周华以及太阳娱乐文化的合作 仅限于电影领域的正常业务往来 不存在任何非业务性质的资金往来 为撇清关系博纳影业还曝光了一个事实 说关于《红海行动》和《湄公河行动》两部电影 太阳娱乐文化并没有按规定时间支付投资款项 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影片的投资 也没有因此获得任何投资回报 当然了周周华出事之后 也有人并没有着急忙慌地跟他割席 这个人就是艺人杜问泽 2023年1月19日 杜问泽在Facebook上逆风公开力挺周卓华 他说事态炎凉 本应该明哲保身的 但你们笑了两天的周卓华 究竟伤害过你们什么 我只记得他令我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男主角 在我逆境时没有像建金一样公开与我割席 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好老板 但也有网友表示 对你好和对社会有贡献是两码子事 好老板并不代表他不会做违法的事 2022年9月2日 周卓华案在澳门特区初级法院开庭 周卓华被控不法经营赌博罪 黑社会罪 诈骗罪 洗钱罪等289项罪名 2023年1月18日 澳门初级法院宣布周卓华162项罪名成立 数罪并罚被判18年有期徒刑 和周卓华一起被判刑的 还有20多名太阳城集团的高管 另外周卓华等人经营的 独底面不法活动 导致澳门政府少收税80亿港元 还有多家博企遭到影响 法院判定周卓华等7名被告 向特区政府支付65.2亿港元的赔偿 向美高美永利威尼斯人 淫于澳于五家博企 共支付21.37亿元的民事赔偿 周卓华被捕半年后 波文澳门电台就曾经报道说 该案涉及的非法投注金额 高达8000亿港元 合约6800亿人民币 从此习米华周卓华也为公众贡献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 一席等于6800亿 可谓重新定义了一贫如洗这个词的含义 获刑后周卓华曾经针对三项证据问题提出上诉 但均被澳门中院给驳回了 2022年7月周卓华曾经的手下爱将卢远义 接手了太阳城集团 并将集团的名称改名为了LAT 是休闲娱乐和品味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希望能够通过改名让集团的形象焕然一新 2023年6月14日 服刑中的周卓华给旧同事写了一封信 星岛申诉王独家取得了这封狱中简书 周卓华声称监狱中的生活有如第二生命 让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抽烟饮酒习惯的人 并向于千名欠薪员工道歉 感谢他们曾经为公司的付出 中国有句俗话是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周卓华草根出身发距于赌场 白手起家 也曾经一手创建了颇具规模的商业版图 可人心不足贪婪二字 让他最终走向了灭亡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演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红楼梦中的这句话 可谓是对周卓华一生最好的总结了 也许周卓华的人生和那些 在赌场里红着眼压上全部身家的赌客 并没有区别 一场好赌最终落得个满盘皆输的结局 在赌博的世界里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小赌 移情大赌伤身 赌神叶翰就曾经说过 一次赌徒一世赌徒 赌王何鸿燊在晚年接受采访时 也曾经劝大家说 不要沉迷赌博 因为你永远都赢不了赌场 关于赌博背后的经济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我之前的视频 最后愿大家珍爱荷包 远离赌博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